OK,马卡卡同居计划第... 皮卡科,因为有三周没录了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OK,马卡卡同居计划第73,74和第75周 现在,现在开始 今天又开始在下雨了 对 对,我们从上一次录呢,是梅雨季节 经过了一周的曝晒 今天又到了梅雨 经过了近两周的曝晒吧 又到了阵雨季节 对,都过去三周了 六月最后一周到今天 中间有三周的时间 这三周也在忙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 我又重新开始恢复断链了 我们从上次到现在,那真的是好久 对啊 那你不知不觉也开始了三周的锻炼呢 对 好 小马鼓掌 这三周大概去了 12,13天 所以我这三周反而停下来了 我们下周开始一定要,也是要恢复了 对,因为中间 也是因为工作出去了一趟 然后这工作吧,就是劝别人容易 劝自己难以忙起来 这个月感觉我女生立家都不是很正常 是不是 对啊 对,我觉得这个 因为这个月比较潮吧 然后体内湿气一中的话就更容易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作息啊,身体啊 本来说这个梅雨季节应该七月初结束了 七月初结束 然后那两周,上两周不是暴晒吗 嗯 然后,但是你看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对,就杭州反正就是最近都立立了啦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工作没什么好聊了 就主要是生活上面 对 然后我们下午在自己来 我们不是在讲的时候 在梳理的时候发现 这三周的这个饮食上面 这个广东含量特别高 广东含量高 对 对,先是那天去吃了一个 好久没吃了 吃了个点多得 对 对 真的好久没吃了 对 主要是我们住这附近 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开 就很 有点麻烦吧 对,但还是很好吃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去点那个隐藏的 那个茶谱 对 就是它里面有菊花跟普尔 你可以跟他说要菊普茶 对 就像我们广东那边都会喝菊普茶 对 对,我是很喜欢的 菜单上没有菊普茶的 嗯 诶 但很奇怪 他那个 我看他那个拿 直接拿茶包泡的 没有啊 不是 他拿了一包普尔加菊普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算双份钱的 anyway 对 应该是有了吧 但很好喝 只有懂得的人才会这样喝 对 对,很少人会说菊普的 对 要么就 比较少吧 要么就普尔 要么就红茶 对 要么就单从 是吧 是的 嗯 还有呢 还有那个那家果条 对 果条店 我们去了 哇 我们去了几次 对 也是好像也是这三周才发现的一家 两三次 发现了一家 而且就陆陆续续发现了好几家 对 就是哇 原来就是 我发现在杭州做那个生意做餐饮开开餐饮的潮汕人还是有的还是有一些的那天他那家不是新开吗 然后我们第一次去吃然后就坐下来就说到说哦你们是潮汕人吗 然后我说我是潮汕人我怎么感觉服务员小弟有点心虚我就觉得哦那这家牛肉应该应该一般果不其然第一次吃的时候不过还行吗 只能说还行 我觉得已经是我在杭州吃到的算不错了 就是牛肉是那么个牛肉 对 只是说你要跟我们那边比起来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是切刀法不一样 刀工不一样 我就说嘛 因为它薄啊 因为咱们后面 就是不一样 后面第二次去第三次去 会相比好一些 因为第一次感觉那个肉一点厚 对 很难嚼 会好很多 而且它就是后面的都没有烫得太熟 嗯 对就不能烫太熟 哦 反正就是嗯 然后还是先在锅里烫下 然后再放到那个果条汤里 对啊 对 就跟你 就是分开 就跟你那个就是醋那个牛肉锅的那个一样 哦 我们叫醋 其实是涮嘛 涮一下 对 挺讲究的 对 啊 然后就接连发现了好几家 嗯 然后还有家比较神奇的是那天晚上你带我去 对我带你去 就是我一直都想带你去 因为有点远 后来发现 哎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去到我们那时候要去吃哪家 我忘了 就突然发现哦就在那嘛 哎那也没有多远 对 叫利文 利文夏 对 利文四季 就是没有秋 一个系列 利文春 利文夏 利文冬 还有那个全市鲜牛肉 对 那全市鲜牛肉我也一直想 还有那个什么利文 没有了 利文美食街 利文美食街 就就是就是春夏冬 还有一个太和利文什么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查了一下 嗯 就是为什么叫利文呢 老板叫利文 老板 老板叫什么什么利文 人家红书上不是说啊 利文真会做生意 对 然后我我那天不是发了篇小红书吗 我就说发了篇小红书 我就说哎 感觉 我就谁谁要再说杭州是美食荒漠 你就来带他来吃利文宇宙吗 他其实也偏广式的 那天那个服务员不是说老板是哪里来着 是温州 不是温州 是我们那边的 是佛山的还是哪里的 不是 啊 温州 他说我记得 但他整个设计什么的都很广东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把广东 还有闽南的那种味道做了一个融合 然后那个小红书下面还有人给我回复说 这家店就是因为美食 杭州是美食荒漠 所以他成为了美食 那个杭州食堂 算算比较好吃的 所以他就比较有名 对 主要是我觉得他那个模式还挺好的 就是别别人都是 可能呃 一个餐厅 然后就主打一个什么菜品 然后可能就是他就算是开连锁的话 他也是这个餐厅为这个品牌 然后他主打的菜色是差不多的 他不是 他直接是一个组合拳 这是春夏去 春夏没有球 然后有个冬 春夏冬 三家店卖的东西都是很简单很简单 但是都不一样 主打的都不一样 好像冬是侧重于面 然后夏是侧重于什么什么 就是白切肉白切鸡 呃什么贝 我忘了 然后没有春 春是那个什么扇贝汤 哦对对对 反正就是每家不一样 炒菜 但都很简单 就是属于就是 人家开玩笑说食堂嘛 对 就很便宜 很实惠 然后他每开就开着三家 然后他也就很会做营销嘛 就是大家也都很疑惑 说秋是啥 就是没有 对利文秋 利文秋应该是到时候秋天卖螃蟹 不知道 而且他是这种 我觉得这模式挺挺有意思的 然后年轻人 就是男女老少 真的是全家都可以吃 就是我觉得好一点 就很简单 很干净 对很干净 对很清淡 对没有那么太复杂 我觉得真的这里面 是比较多的 就是他蛮懂得消费者的心理吧 因为如果说 他只是很简单的一家店 比如说他就叫利文小吃 然后他就他就那几个菜品 钱的菜品都非常简单 对 你也不会觉得很神奇 想要去尝鲜呢 你可能就在那附近的话 就就就吃一吃 对 没有的话 你也不会说 你很想要去尝一下 或怎么样 对对对 反而是因为他 他是哎 好有意思 就是还有几家店 他那个对 你就觉得有意思 你想去探店了 对 你发现没 就咱们拐弯过去 他不有家那个老店 叫利文春吗 那应该是他第一家 我觉得那应该是 第一家老店 对 那应该就是的 然后后面他发现那些商铺 他可能别的别人退租之后 他生意做大了 他又把那些商铺又租下来 那可能 就从而开拓了 我们的利文宇宙 从而开拓了 利文夏 利文东 这些利文宇宙 对 然后后面那个全是 那个应该是个新开的 那个很新 看那个招牌 我不知道 反正人家就说杭州这边 这个全是鲜火 比很多 不是说比 就是在当地算是比较正宗的 我们那边的这种牛肉 你看他用的拳嘛 他就是拳州嘛 因为拳州那边也吃牛肉火锅嘛 其实拳州牛肉火锅 跟潮汕是不一样的 拳州牛肉火锅 它汤底是有卤的 是吗 对 而且他们吃牛滑 牛滑是什么 就跟虾滑有点类似啊 对 哇咱们什么时候去趟泉州 嗯 是 我一直想说安排 对 你回我家的时候就去一趟吧 那个挺好的 可以 我觉得国庆可以 国庆 哦 国庆可以啊 国庆怎么不行了 国庆看看安排一下 好 然后过去两周 七月初不是太阳终于出来了吗 哇 天气 我就是宁可 一好人就好 对 我就是宁可被暴晒 我也真的不想再下雨了 那你是真的那天没有被暴晒 我上周不出去 不过我没有去爬山 就是 别人爬山了 太晒了 妈呀 然后太阳一出来 我就 我就立马把咱们堆积的那些衣服啊 对 那些 那些什么包啊 哇 都没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那里面都发霉了 就是很 我从来 我毕生都没有遇到过我的 太夸张了 我的 我的那个 叫什么 这样帽是吧 不是 帆不戴 还有那个墨镜 哦 对对对 墨镜上面还长眉了 长眉 对 哇 绝了 气死了我 哦 你可想而知 这个天气能有多潮 然后那天我就一通大喜 应该是7月3号还是7月4号 就一通大喜 然后把衣服全部放在那个衣架上暴晒嘛 嗯 然后上 上周 上周 对 我发现光你光晒被子和晒床单 是没有用的 因为整个床垫都是潮的 所以那天我就 真的有点太夸张了 我 我一开始 你说要晒床垫的时候 我都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呀 我难以置信 对啊 对 但是我们还是把床垫拿出去搬出去晒了 对 但确实晒完之后 你会 就整个床的感觉 感觉很舒服 你感觉躺下来就是 有一种那种很喧腾的感觉 什么东西 喧腾 就是 喧腾是什么鬼啊 就是那种蒸馒头 那种馒头被蒸起来 不是 对 我会觉得就蓬松了很多 蓬松 对 喧腾 有那种紫外线的那种 独特的味道 对啊 我每次就是 这几场 就每天如果 今天如果有太阳 我就把咱们的被子拿出去晒 嗯 挺好 基本上每天晒一次 这项任务交给你 挺好 挺好 而且就是 我有时候去健身房的时候 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 我故意不穿那个防晒衣嘛 我想想 想要晒一晒 阳光晒一晒我 对 感觉自己都发霉了 你都自己知道 你自己是晒不黑的 主要是 反正我觉得 有阳光的 就是日子 就确实是会让你开心很多 而且上周好 好多那个 就是到傍晚的时候 有那个很好看的晚霞 晚霞 我好几次就是说 下班的时候 大家拍了各种发嘛 说哇 晚霞 我都没有赶上 我都没看 等到那天 我们有一天晚上是 骑车在路上 骑车回来 对 那你就是吃果桥回来 咱们 对 然后就 哇 确实蛮好看的 对 然后我们还走到那个桥上去拍 对 对 然后反正除了晚霞 然后那天你也带我去看了 我们附近居然有一条 还蛮神奇的隧道 从来都不知道过 对 对那天就是我说嘛 你往房 你往这个以家为原型 你再比平时多走那么两三公里 你就能发现新的 新奇的 对 那个隧道我之前 哇 我从来没有 对我觉得还蛮新奇的体验 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窄这么深 而且还要坡的 对隧道 而且是专门供这个自行车和 机动车的 电动车的 机动车的另外一个隧道 这样子的 那是中间的双向四车道 对 他 你看 咱们之前的隧道是 都在一起吗 对 都在一起 对 他这个是完全给隔开了 对 而且那个墙还挺好看的 我老觉得那个感觉挺好的 对 然后还拍了一段小视频 然后我算了一下 从我们入隧道到出隧道 只三分钟 嗯 开了三分钟 有那种回声在 嗯 对 反正就还挺神奇的 挺有意思 反正我是很喜欢隧道的 嗯 有一种那种探索的感觉 然后你在穿过隧道的时候 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嗯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这三周 虽然过去时间还挺长的 但是 其实在我脑海里面 现在浮现起来 为数不多 我觉得 还蛮好的生活片段了 嗯 对 不是吃的 就是这些 生活的片段 就你整理家务啊 或者是说发现 哎 晚霞 隧道这样子的 其他我们这两周 这三周 确实好像没有太多的事情 其实上周 要不是因为我初期 我们是要聊一个话题的 嗯 对 就是有一次 咱俩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说 说起说 哎 对方 在这段时间看到的 挺有感触的一些内容 对 然后发现那天 咱俩在吃 就是吃点逗得 点逗得的时候 发现咱俩 突然说分享的东西 是一样的 其实本来 就是这个主题 它是 它方向 它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关于什么呢 耐心 对 这两个字 对 这个词 就觉得还蛮神奇的 因为那天跟我分享了一篇文章 然后 我一看 我说 哎 那跟我刚好看到的另外一篇 就感觉是很呼应的 对 对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 会觉得耐心这两个字 很受启发 或者说很有感悟 肯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 你先说你那天是看到个什么文章 我那天是因为 我 其实我那 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会 因为听你说就是可能 啊 谁谁离职 然后 可能我自己也是 因为从去年到 应该严格来想 应该从去年底嘛 往期也有讲到 从去年底到现在 就感觉其实 动荡还蛮多的 然后觉得 就是在接下来辗转的话 那你要不然就是 可能继续待下去 那要不然就是选择 再换一份工作 那要不然就是 选择不做了 因为可能现在这个阶段 你可能像那天 那个谁说的一样 就是 是时候想想 就是做点别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嗯 对 然后你越这么想吧 你其实有的时候 你就是会对你 正当下所处的一些情境 还有正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会变得更没有耐心 就你因为可能一直想着说 我早晚都不做这个工作 更没有耐心 去投入 去处理那些 你觉得很荒唐 或者说 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 对 对 所以我就是很没有很没有耐心 然后每天晚上 像那天 我一个同事跟我讲的一样 就是 我们这种人吧 又是属于 是没有办法好好混的 对 是你活 如果给到我了 我就是还是会 想把它做好 对 就是没有办法 你除非要不然就是不干了 不接活 一天在这 你一天接到活 你都是想把它干好 所以你就会 就是会变得 你会很计较这个投入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投入 对 所以就在那样一个情境之下 就是 那天突然看到了一个文章 我觉得 就讲的还蛮好的 就是说 你其实可能着急也没有用 你着急 本质是一种 邪气很重的一个负能量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写的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点开来看 然后他大概其实讲来讲去 他就是说 不要着急 就是耐心 对 我也可以 也可以分享一两句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那天你在说 另外一个内容的时候 那不就是同一个事情吗 其实本质上 它都是让人有耐心 就是你要把思维的跨度 拉得更长远一点 来去看一件事情 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关注这个博主 很久了嘛 我经常看他的那个推特 嗯 他是做投资的嘛 嗯 他关注的领域 就是科技啊 嗯 比如说投资啊 还有就是 身体健康 身体发展 嗯 个人发展方面的东西 嗯 他里面讲到一点 我读一下啊 他说 人们是否有意识到 媒体上鼓吹传播的 各种亿万富翁的 励志故事 嗯 实际上概率比男性 活到109岁还要低 嗯 按照如果现在人们的 生活水平和科技进步 嗯 人的寿命是要比 之前要长很多的 嗯 但是并没有 啊 不是并没有 是 你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 日本人已经平均年龄 算是世界上最长的了 然后比活到106岁的概率 要低90% 嗯 比活到102岁的概率 要低99% 嗯 那么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 拼死拼活 追求金钱的一个小概率的 数字目标 阔弧 实际上可以由央行随便印 天天拿那些千万千万分之一 一分之一的概率 超级富豪的极端个例 来给自己打鸡血 把自己搞得特别劳累 过度 嗯 是 然后不到80岁 就任命的挂掉了 而无法见证 参与后面3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不是极端的愚蠢和短视呢 嗯 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就是你要很从容很耐心的去 就是生活 对 就是把你的身体照顾好 耐心的等待科技的进步 你就会比之前的人要享受更多的科技带来的福利 就是那句什么 真的是穿 穿流不息吗 对 对 你就是主要是看到这个 然后觉得 对 就是他有道理 他里面有个观点就是说 那些很没有耐心 很急躁的 很急的人 嗯 比如看到一点变化 就风吹草动 就扑上去的人 这种人一般都是 很短视的嘛 嗯 就是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嗯 另外就是他提到就是如果说你去在这个年龄段去每天平死平活 去在一些局部上做非常过早的优化的竞争 其实你是在把自己的身体和能量在透支的 透支的 是的 你看他们说为什么说你看那个巴菲特还有什么那些世界富豪 嗯 他们的财富 真正开始爆发性的增长都是在自己四五十岁之后吧 好像是 嗯 对 在某个拐点开始 他有一个前面有一个 因为指数效应他前面有一个非常缓的一个坡嘛 嗯 那如果你等不及这个坡 你就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去想给自己赚更多的钱 而不是说耐耐心心的去找分析去找一两个很好的标的 他带来的回报可能是你瞎折腾带来的回报的百倍 甚至千倍 甚至万倍 嗯 就是他一个是强调有些人就是坐不住 就没有耐心坐不住 嗯 平凡交易嘛 嗯 那些平凡交易的人都赚不到什么大钱的 嗯 不如人家能把一部分钱能拿的稳稳的人赚得多 嗯 对 我是有这个想到耐心这个关键词的 还是要有一定耐心去把持住一些东西 把握住一些东西 一直持有 嗯 对 包括其实做事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坚持个两三年三四年三五年的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效果 嗯 对就比如做播客也是也是一样的 嗯 对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直在自己在做这个事情嘛 所以说你需要给你自己的一些信念感 就是让你自己觉得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你要对他笃定 对 他是一定会有结果的 对 就哪怕你可能现在就是看不到 但是你要笃定就是他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对 对 那可能我也是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哇 怎么一天一个变化 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再待下去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你现在 哎 你出来要做些什么 然后你可能就会对自己很不满意嘛 嗯 就是会很急躁 会否定自己 对 会很急躁 然后你看这就都是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你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环境之下 但是经历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其实底层都是一样的 得到的教训或者启示 都是一样 差不多的 对 他就会写到说就是 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心态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你对你自己 要做的这些事情是笃定的 因为一旦一个人他心里笃定 或者说像这两年大家会说什么内核稳定啊 什么那这些他就会形成 他对他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 或者是说他在做的这个事情 他是有他自己节奏的 对 因为你如果着急的话 那很多时候你就会失去自己的节奏 就比如说你前面风风火火的 然后或者 节奏这个词我很喜欢 对 或者一鼓作气 但是当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是 希望或指望着有一个回报的 当你一下子没有的话 那你就会 你的那股劲儿就会下来 当你那股劲儿会下来的时候 那你可能前面所积累的一些事情 它会成为你心里的一个心结 它会觉得 成了一种沉默成本 对 它会成为一种沉默成本 然后反而就是在你心里形成一负担 第一个是你纠结于过去 你所付出的 你会怀疑说为什么没有得到现实的对付 然后另外一个是会觉得 在你这种犹豫跟怀疑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失去能量 你一失去能量 你后面的这种投入 对 的力度就不够了 力度就不够 产出的效果也不够 然后你就会失去节奏 对 就有点类似于 虎头蛇尾的这种感觉 嗯 就是越不行 它就越不行 嗯 对 这个就很像 就是健身运动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很长 很久一段时间没有运动了 你开始恢复运动了 嗯 那你一定不能给自己下定太高的目标 嗯 就是你先循序渐进的 先把这个运动的评次和节奏 或者规律的安排 把它融入到你的一周的安排当中 对 然后再慢慢的适应了一个初步的节奏之后 你再慢慢的增加强度 有那些就是 啊 我要减肥 我要我要运动健身 就是恨不得每天都去 然后 很多人很猛 每次练个一两个小时 这一下就把后面的学生都透支掉了 对 当然 也不乏可能会有一些人 他是真的能够一直这样坚持 但 但如果是到那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一般都是可能会有某一个目标 一直吊着他 一直在驱使他往前 对 就是他并不会享受这个过程呢 对 很痛苦的 他是很痛苦的 对 我反而这几天我觉得我运动 开始慢慢的身体变得更精神 就你找到你运动的节奏了吗 对 对 而就是你有氧加力量结合起来 而且就是每次都不要太多 慢慢的你习惯了之后 你的身体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反馈了之后 你再慢慢去增加强度 诶 瓶续渐进的 给自己有点耐心 让自己的身体有点耐心 去慢慢的适应 去慢慢的去调节 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对 反正我就听完之后 我觉得耐心是一方面 就是我觉得得到很大的一个启示 就是找到自己节奏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我觉得节奏这个词 像你说你说你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这个词 我觉得节奏这个词 会让你觉得 你不太怀疑自己 就像那天 我们那天我现在还记录一下 就是说那天我们还讨论到了 我感觉耐心的本质 是在这 你说的是在这个时间的向量上面 找到自己节奏的一种自信 自信 就是因为你很笃定 你会找到你自己的节奏 所以你耐心 很有耐心 对 就耐心不是那种听上去很像 我要苦哈哈的去坚持一个东西 对 不是这种感觉 它反而是你对自己的一个 节奏的一个自信 对是一种信心 其实你对自己的信心 对就是你按照你的这个节奏走 你总会有一天达到你的目标的 对 反之就是从什么吸引力法则来讲 就是你一旦不是 就是一旦失去耐心 其实就说明你对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 不会给到你理想效果的 对对对 不会得到你理想回应呢 那它就是不会给你理想回应 对对对 这个就特别像之前 之前我看过书里的有一句 我忘了是哪个书里 他说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享受这个过程 你希望很快的做完它 对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不适合你的 或者说是你假的热爱 哇那你这么说的话 大部分人工作应该都这样啊 人家都说工作做牛马呀 现在都是这样 对就很少有人真正找到一份 属于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就自己对自己的目标 对自己的这种信念感 对这种自己的节奏 都非常有耐心 就非常非常的从容和笃定 对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也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因为那天说你要把这句话 因为你那天说你一直都想 要去找到一句话 去形容你你的这个信念 就是你一直觉得耐心啊 节奏啊 这个是你很坚定的事情 但是可能没有找到一句合适的话 然后你一天那天吃饭的时候 你就一直想要摸索出来那句话 最后就是说耐心的本质 就是在时间的向量里 去找到自己节奏的一种自信 对 然后后来我听到你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还在想 我说可能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不想要用找到这个词 对因为我相信我自己能找到 这个话如果是埋藏在我心里面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一直找不到 还是怎么 不是一直找不到 就是当我确实没有找到的时候 我会感到有压力 我会感到 我没有找到 你要我相信我能找到 但是我现在就没有找到 我要怎么相信呢 那你要换个词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那要不然是这样 就是耐心 它指的是在时间这个向量里面 我们终究能摸索 就是你要对我们摸索自己节奏 这个能力上面要有自信 我可能没有找到 但是我要对我摸索 你的这个能力要有自信 你的这个感觉又提前了一层的感觉 就是对这个能力要自信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结果 为导向 是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对自己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运气也好 要有一种相信 或期待它才会出现 对 对如果是说 我相信我找到 那我没找到我就会有点慌 我觉得我相信我摸索的这个能力 我先去不去求结果 对 是不是会好一点 我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一点 对 就是你要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首先是第一位的 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找不到 对 因为我发现就是 摸索不到 当我现在可能像爱人就是这样吧 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逐渐有在摸索 自己内心的一些关键词 能指引我自己马上回归到一个好的心态 或者说好的状态的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性子不能太软 那我就会给我自己的关键词就是 我还要多说几遍去你的 就用来提醒自己 对我上次不跟你说吗 就是我现在一旦是我发现我自己 这是有那种很犹豫很纠结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提示我自己 你可以多想那个关键词就去你的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就那天对我突然想起 咱们那天在车上嘛 你跟我讲的 对就是这些这些短语 这些词它是用来提醒 它是很有力量的 对对对 它是用来提醒你自己去调节的 对对 就是可以多找几个 我觉得你最近最近这几次 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 就是你需要把这些词都记下来 然后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就给拿出来看看 给自己提个醒 对然后还有就是 我上次也会说 另外一个词就是 我也会去想 比如说像什么 值不值 就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就要多想一些关键词 就比如说我想不想 值不值 这是我第二组的关键词 对 OK 然后第三组的关键词就是 没必要给滤镜 这是我给我自己 就是没必要给滤镜 去魅一下 对 没必要给任何人 任何事物 就当我可能对这个人 感觉挺有好感或怎么样 我会给我自己 一个关键词就是 那都是一时的 没必要有滤镜 对 还是要长时间相处 才能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对 然后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想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那个心理的小孩 对对对 你要鼓励他 对 我就会 一个关键词是这样 这个方法非常好 对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词是 当你可能心里有点内疚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想那个关键词 我又不是 你又不是 就是括号你知道吗 OK OK 我又不是怎么怎么 你又不是怎么怎么 就你给你自己设定一些这样的提示语 提示语 其实我觉得会慢慢的让我的 就锻炼我的这个前额页 形成一个应激反应吧 可能 对 就是我当我遇到的一些 就是可能让我会纠结或内耗的时刻 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提示语 我慢慢训练 慢慢训练自己的大脑 我现在慢慢就会对这些情绪脱敏 对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那个斯多格主义里面不是有句话说 外界的事情你永远控制不了 你只能控制你对事情的反应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我是想分享的 比如说像我以后 也不是以后 就是我们在分享耐心这个事情是 也是上一周吧 对不对 上一周 上上周 上上周末的时候 然后我其实会发现这两周相对来说 心态会好很多 就当我就是没耐心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一下节奏 这个观念词 对 摸索自己的节奏 摸索 相信自己是有摸索出自己 在时间的场合里的节奏的能力的 对 因为我觉得时间的观念词也很重要 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的嘛 对 在时空的维度上展开的 对 或者就是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 对于一些文字 他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些人他可能 就跟颜色一样 有些人特别 对某个颜色特别喜欢 对 有些人可能对蓝色特别喜欢 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什么什么特别喜欢 你就挑选那种能给你带来最多 对 你最有感觉的 启发的词 比如说 对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那个 这只是阶段性的 就可能他会觉得 这只是阶段性的 这个词能够按摩到他 都会过去的 什么都会过去 都会好起来 如果这些词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 那你就记住这些词 但因为这些词对我没有帮助 对 我觉得这些词可能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说太多了 一个触发点 对 或者是说 我说太多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那我就会找新的词 我的词 我现在觉得 我用的最顺的一个 就是去你的 对 这个是我觉得 用的比较顺的 不要管这个词 它的这个 好与不好 正不正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只要是对你有用的 你就把它 记录在你的一个提示本里面 一个备忘录里面 对 一旦遇到相似的情况 你可以就拿出来看一看 提示一下自己 对 这个方法就跟 我们之前看那个 billings 就虽然他们那些人 都他妈的挺挺挺挺 也挺坏的 但是你在遇到一些 比较困难的事情之后 你也会想 如果 Alex 是我是目前的我 或者说我是Alex 你上次你说 你会去代入 对 我会怎么做 或者他会怎么做 然后你就一下就开始 进入到那种 有那个状态 思维模式 对 而不是现在自己的那种 过去的惯性的 对 思维模式里 对 因为我觉得你要找到 关键词 你才能重塑自己的一些 思维或信念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 对 你是关键词 我是这种 代入人物形象榜样 这种角色 对 给自己找感觉的 对 其实每个人 都会有每个人 自己的方式 对 就像上周不是我们 除了说这个事情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在说到 那个是什么 来说工作方式 对 因为我会一直 就是我一直会觉得说 你总是说 你时间不够用 但你其实生活当中 很多强迫症 是占用你的时间 对 就是说你 晒被子 晒什么 当然这是好习惯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实在很占用你时间 你也可以没必要每天 对 对 但你不行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事情你不做的话 心里很不舒服 其实整体 它确实也耽误不了 那么几分钟 可能就五分钟 五六分钟 就搭好了 对 但后来我会发现说 你可能 你没有去 找到你自己的规律 就是你其实做这个事情 时间是很短的 但你做完这个事情 要进入到你工作之后 那个重启的时间 切换成本 对 你切换很长的 对 所以我之前的方式 我会觉得说 我发现了你这些特点 我建议 你要稍微克服一下 你的强迫症 就是不要 不要怎样 就不要动不动 就切换状态 对 结果呢 那天晚上 我们是因为说什么 反正就说到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你 屡教不改 然后 我还有点深 屡教不改的情况之下 然后还让我说 我作为伴侣 我要多提醒你 多督促 但是我每次提醒你们 你又很不耐烦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们是周起来 周四还是周三 就吵起来了 对 吵就也是因为 我心里有个很强大的信念 就是去你的 我怎么能凭什么 我要 我要一番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 然后你还要给我眼色 我没有给你眼色 就是你很不耐烦 对 我不是说你针对我 但是你 起码就是针对 我对于提醒你这件事情 你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 或多或少会有一点 对 那你不能 那你怎么办 那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总得有个解决 你要不然就是 我就想就想我说 那去你的 那我不管你了 但我又不是那种人 我没办法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不管你 对 我惹了你还要给你买小金兜 就是 没错 就是心理的规矩 天哪 对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 你应该是思考这个事情 然后你给我 最后吃饭的时候 总结出来 你说我知道了 如果我的切换成分 真的很高的话 我就是每一周的工作日的五天 就是或者每一天 我给自己说只做一类事情 一个主题的事情 就是叫这个工作方法 叫主题工作日方法 我想前想后 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是最适合我的 对 我没有办法在一天内 切换太多的事情 就是 当然晒被子也不算 但我觉得你这些事情 你要集中在某个时间 你要形成一个规律的 就跟你现在已经形成规律运动一样 你要形成规律的 你把这些 你没办法不去做的这些小事 集中在一个时间段 全去处理掉 小事肯定也要再集中一下 但是我觉得 你跟我说完 你这个主题工作日对你来讲 会舒服很多之后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确实就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我也不能那么的强硬说 你怎么每次都 对 没有按照 没有按照那个计划来 对 不是因为我是会觉得 你没有改变的话 那你就是 时间就是挤不起 挤不出来的呀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摸索到自己方式 对 这个摸索到自己方式 摸索到自己的节奏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还要再改进 就是 一天只做一类的工作 那如果 今天突然有什么 其他事情呢 对吧 或者是 今天这个事情做完了呢 很早就做完了 那我肯定安排 得安排其他事情 对吧 这个就是 基本上不大可能 灵活 很可能的呀 比如说我有 某一天会专门处理一个 可能沟通的事情 可能沟通 一会儿就沟通完了 那我就觉得 那你要作为主题的话 你肯定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 耗费时间 耗费时间的 对 你才能作为主题呀 对呀 反正就是要 感觉要 摸索出自己的方式 还有摸索出 自己的节奏吧 对 等这个工作方法 我再摸索摸索 我们再详细地复盘一次 对 而且我对我的工作效率的 这个确实很 目前来说 确实很不满意 这个是到目前 你知道就好 虽然就是说我前面 也会逼着逼着 你干嘛干嘛 但确实那两周 你起码不至于 现在回想起来 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 对呀 会不满意 对不至于不满意 OK 以上就是过去三周的 一个小小的 回顾 回顾 希望下周不要 那么多的雨 然后身体状态 都能调整回来 也希望大家能摸索出 自己节奏 yes 嗯 那今天先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